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人已出现 竟还推断出准确位置 一起来听 公元前1500年突然出现了一个神奇的文明 就是玛雅文明 不仅拥有着高超的科技手段 还有先进的知识 但到了16世纪 这个文明突然消失了 至此只有玛雅人的五大预言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其中一个预言就讲述了圣人的出现 不过让网友更加震惊的是 有人推断出圣人的具体位置 1.玛雅文明 在说玛雅文明预言之前 咱们先来简单地了解一下 玛雅人和玛雅人创造的文明 有人说玛雅文明是独立在世界四大文明之外的又一个文明 世界上其他四大文明都有相应的根据和线索可以查找 但是就是这个玛雅文明就像是凭空出现的 不光如此 它们的消失时间也是极其诡异 几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上千万的玛雅人突然消失 而且没有任何外敌入侵 自然加害的痕迹 这给当代的考古学工作者留下了很多让人难以解释的历史性问题 这些问题也一直都困扰着考古学家们 玛雅文明因为印第安古老民族玛雅人而得名 他们生活的时间跨度比较大 大概有十几个世纪的样子 玛雅人凭借着简单的生产力 创造出了很多让人难以理解的文明 它不像是其他四大古国一样 都有一个强大的帝国做支撑 但是却创造出了 比如金字塔 文字 历法 以及雕刻等等 而且这些已经超出了一个大帝国的成就 尽管玛雅人创造了惊天伟地的辉煌文明 但是他们却在十六世纪 神秘地消失在了人类的历史长河中 考古学家至今也无法彻底破解玛雅人的去向 甚至有人提出他们是被外星人接走了 越来越多的玛雅谜团让人们不得不从玛雅人留下的五大预言中 去寻找蛛丝马迹 2. 五大预言 玛雅文明辉煌一时给人们留下了很多未解之谜 其中最值得一提 也是最广为人知的就是玛雅人对未来的预言 这些预言不但非常精准 而且指向性也非常强 比如说流传最广的五大预言 第一个预言就足以颠覆我们的认知 玛雅竟然预言了自己文明的覆灭 经过记录的雕刻不难看出 他们很清晰地刻画出了玛雅文明的终结和玛雅人的末日时间 这种结局是没有人能颠覆的 关于这一条预言 不久后的玛雅人集体神秘消失 就足以印证了其准确性 请问哪个民族不希望自己的文化远远流长 而是给它设定灭亡时间呢 玛雅人的第二个预言 说是汽车飞机甚至是宇宙飞船等交通工具 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 时至今日虽然宇宙飞船还没成为大规模常用的交通工具 但是其他的几个 比如说汽车和飞机都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显而易见的物品 所以这一点也是已经严重了的 第三个预言 希特勒的出现和死亡 第四个预言 2012年12月21日为世界末日 最后一个预言是救世主的出现 三 圣人是什么样子 玛雅人之所以会预言圣人的出现 就要从1927年在中美洲洪都拉斯玛雅神庙里面发现的一颗水晶头颅说起 据说需要集齐13颗水晶头颅 他们就会开口说话和唱歌 而在玛雅的水晶头骨身上 就一直流传着彩虹战士的传说 这个消息爆出来之后 就让人们开始浮想联翩 难道玛雅人早已经预知世界会有灾难 才会选择覆灭自己的文明吗 据说玛雅口中的彩虹战士会在未来出现 可以给世界带来很大的改变 有人说彩虹战士和古籍中的圣人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21世纪的救世主 只是各个地方的描述不同罢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可以变成人们眼中的圣人 在古老的玛雅文化中 他们认为在未来所有人都是一体的 不分肤色信仰和国度 就像是七种颜色的彩虹团结到一起 大家会尊重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 尊重宇宙中的所有生命 这个时候的人类就需要自己做出选择 如果选择是正确的 玛雅人就会带领大家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在玛雅的历法中 一个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 而是象征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启 就如之前所说的 2012年一样 那只是玛雅族一个轮回的结束 对于彩虹战士的出现 玛雅认为会把古老的知识带回人间 将会有更多特殊天赋的人出现 而这些人身上就会肩负新时代崛起的使命 完成新旧交替时期的任务 虽然提及会有新时代的出现 但是具体是什么形式 到底好不好 这些都是未知的 不过彩虹战士必须是精神的追求者 因为他们要在灾难来临之前 肩负起教育和传播的责任 这样才会减少灾难带来的伤害 这样看来 玛雅人口中的圣人需要德才兼备 可以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变成一股清流 同时也需要引导大家努力 让人类在困难的时候做出正确的选择 就像是马前客、五公经、推背图所提到的 这些书中提到的圣人 他的出现会给人类造福 带领人类走向更美好的世界 甚至还强调这个人不是名门贵族 只是一个出身频繁的普通人 但是这些圣人的位置到底在哪呢 4.圣人的具体位置 根据前面所述的推理分析 我们大致了解了预言中圣人的性格特点 生活经历等等 为此就有人在寻找的过程中 利用知识分析出了圣人的具体位置 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寒门草堂外 柴房炉火边 海上寻踪迹 得见先天祖 欲知圣人名 西边耕田人 今往他乡住 日影山林间 手针至满堂 明在墓中藏 花开不经霜 无淡空自放 把这首诗中描绘的情况 和前面所述圣人样子的分析进行对比 我们可以发掘出很多的有用信息 首先 寒门草堂外 柴房炉火边 这两句说的应该是圣人打工的时候做过的工作 寒门草堂外 显然指的是值班站岗的保安 柴房炉火边 显然指的是在厨房切菜 打杂或者做菜的厨师 海上寻踪迹 得见先天祖 海上倒过来看正好是上海 也就是说 圣人应该曾经在上海打工 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保安和厨师 先天祖指的就是预言中的圣人 欲知圣人名 这两句透露了圣人的工作和工作地点 耕田意味着圣人从事的工作 而西边指的则是他工作的地点 又或者是带西字的地方 而剧中的耕田 应该不是指真的在地里面耕田种地 可能指的是写作 因为作家常常称呼自己的工作为爬格子 写作用的稿纸不就是填字格形式吗 再结合 圣人需要用写文章的形式 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见解 不难推断出 所谓的西边耕作人 很有可能就是圣人 今往他乡住 日隐山林间 这两句说明 圣人可能经常在山林中活动 手针至满堂 名在墓中藏 这两句说明圣人有着极高的智慧 而他的名字里面包含木 这个偏旁不守 花开不经霜 无淡 空自放 这两句说明圣人虽然满腹经纶 但是并没有人知道他 他只能自己主动写文章 来阐明自己的思想见解 根据上面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认识 圣人早年在上海打过工 做过保安 厨师等底层工作 现在在名字代息的地区工作 而他的日常工作是在山林之间活动 日常生活中写文章进行修行 总的来看 圣人不是什么富贵之人 而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 这样的人聪慧 能够为人分忧解难 而他们就藏在人群中 认真修行 就希望有朝一日 能够拯救世人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